孙殿为什么被挖去膝盖骨,山东出土逐渐证明,他败是比挖骨更残忍,庞娟和孙伯玲在山上待了很多年,憋得庞娟有些心烦意乱,他一直想着下山见见世面,于是他败别了师父和铜窗,下山来到了魏国,魏国国君得知庞娟的能耐后,将他败为了大将军,庞娟当了将军之后,第一件事便是将自己的铜窗孙伯玲也请来了。 但是庞娟将这位好友请来可不是为了共享富贵,他是看中了孙伯玲的才华,想利用孙伯玲的才华让自己升官加决,为了得到他想要的。 庞娟都对孙伯玲做了什么?孙伯玲被庞娟迫害后,做出了怎样的决断?他会如何报复?探寻历史中的宝藏,点击订阅纵观史书,春秋战国时期,各个国家之间打来打去,为了地盘争得你死我活。 在这种情况下,那个国家有一位好的将领,那个国家就更占优势,在掩饰鬼谷子的门下有两个学生,庞娟和孙伯玲,他们两人都是鬼谷子的高徒。 对于带兵打仗颇有心得,庞娟这个人内心比较浮躁,他认为自己已经学够了,下山之后必然是天下无敌,没有人能识破他的极策。 于是,庞娟先一步告别了师父和同窗,进入了这茫茫乱世之中,庞娟来到了魏国,见到了魏惠王,他在魏惠王面前展现了自己的学士和兵法,当上了魏国的大将军。 庞娟当上大将军之后,自认为天下无敌,但是他一直提防着一个人,他认为只有那个人才能打败自己。 这个人便是庞娟的同窗孙伯玲,在战国时期,各国之间流传着一个传说,曾经有一名战无不胜的军事家名叫孙武,写下过一本《孙子兵法》,只要能得到这本兵法,就能像那位军事家一样领兵作战。 天下无人能敌,各国都在找这本书,但是却一无所获,甚至有些人认为这本书根本就不存在,只是一个传说罢了,但是庞娟坚信这本书是存在的。 因为他曾亲眼见过这本书,而这本书就在他师父鬼谷子手里,当他提出想看看这本书时,鬼谷子断然拒绝了他,因为这本书是孙家的不传之秘,只能由孙武的后人,也就是孙伯玲看,这并不是鬼谷子天心,这是孙武临终前对鬼谷子的嘱托。 庞娟下山当上魏国大将军后,依然惦记着师父手里那本《孙子兵法》,庞娟觉得从师父手里夺走此书的机会不大,但是他可以从孙伯玲身上下手,于是他给孙伯玲写了一封信,邀请他到魏国来当官,自己可以提携他一下。 孙伯玲非常相信自己的朋友,于是他也告别了师父,下山来到了魏国国度。 孙伯玲来到魏国后,他在魏王面前展现了更强的学士和计谋,如果说孙伯玲的智慧如同一轮明月,那么庞娟的智慧就像一颗星星,孙伯玲很快便成为了魏王的座上宾,庞娟的大将军之位也有些坐不稳了,庞娟很生气,于是他开始在魏王面前诬陷孙伯玲, 孙伯玲蒙受不白之冤,在庞娟的操纵下,原本帅气的孙伯玲被人在脸上印了字,原本高大的孙伯玲被挖去了膝盖骨,一辈子无法站起来了,受了跃行的孙伯玲还被不明真相的魏王关进了监狱,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废人,此时的庞娟装成好人来到了监狱,他谎称自己给孙伯玲求了情,只要孙伯玲能将孙子兵法全都写出来献给魏王, 魏王就能免去他的罪责,此时的孙伯玲依然相信着庞娟,马上开始腾写孙子兵法,希望能借此免去自己的罪责,就在孙伯玲即将把孙子兵法腾写完成时,监狱中的狱卒看不下去了,将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孙伯玲, 包括庞娟干的那些龌龊事,孙伯玲回想起了自己的遭遇,居然都是庞娟在背后捣鬼,而他只是为了获得自己脑袋里的孙子兵法罢了,同时孙伯玲也明白了一件事,这孙子兵法写成之日,便是他孙伯玲丧命之时,于是孙伯玲烧掉了所有竹简, 然后开始装疯卖傻,做了各种常人做不出来的事,当庞娟得知即将完成的孙子兵法,全被烧掉后,顿时勃然大怒,将疯疯癫癫的孙伯玲送进了猪圈,还管他叫孙伯,但是孙伯来到猪圈后,整天跟猪睡在一起,饿了之后就吃地上的猪粪,所有人都认为孙伯是真的疯了,只有之前那个狱卒知道,孙伯是在装疯,为了救出孙伯, 这个狱卒找到了齐国的使者,希望他能将孙伯带回齐国,齐国使者得知孙伯的不凡后,立刻暗中将孙伯带出了魏国,当庞娟知道此事时,孙伯已经到了齐国境内,此时的孙伯暂居于齐国大将军田记府上,但是并不被田记看中,这天,田记在赛马时,听从了孙伯三等策略,用下等马对战上等马,用中等马对战下等马,用上等马对战中等马, 经此之后,田记这才知道,自己身边这位孙伯才是真正的高人,田记将孙伯败为了自己的军师,经常让他跟随自己出战,孙伯被败为军师后不久,庞娟带着自己的魏国大军对赵国发动了进攻,庞娟虽然不如孙伯,但是他也确实不赖,赵国很快便坚持不住了, 此时的庞娟已经打到了赵国国度邯郸,如果赵国没有援军的话,邯郸被攻破也只是时间问题,赵国向齐国发来了求救信,希望齐国能出兵救援,于是齐王召见了大将军田记,田记把孙伯也带上,在齐王面前,孙伯提出了著名的唯卫救赵 战法,齐国不必出兵前往赵国邯郸,只要出兵前往魏国国度,那庞娟必然会放弃进攻邯郸,回头来救援魏国国度,到时候齐国就掌握了主动权,如果齐国在庞娟回访的路上设下埋伏,则庞娟必死无疑,这是我们最常听到的唯卫救赵,但是实际上,真实的战场上要残酷的多,首先是唯卫这一步,庞娟带兵出征,难道魏王会把所有的兵, 马都交给庞娟吗?肯定不可能的,因此就算齐国派兵包围了魏国国都,庞娟也不一定就会来救援,因此孙伯需要有一个噱头,让庞娟误以为齐国是拼了命的进攻,就是要一战消灭魏国,那孙伯是怎么做的呢? 在1972年出土的竹简中,详细记载了孙伯的做法,这个古墓里出土的竹简,是完整的孙伯兵法,他已经失传2000多年了,随着孙伯竹简的出土,我们也知道了更多关于孙伯这个人的细节,也知道了这本兵法失传的原因, 当时孙伯的做法是,先派出一队人马去进攻魏国的某个城池,但是让两个没怎么打过仗的人带队去,在他们出发后,孙伯平静的对田记说,他们必死无疑,田记很惊讶,他不明白孙伯为什么要这样做,随后孙伯又派出了一队清旗,直跟魏国都城而去,而孙伯则带着大军,埋伏在了旁娟回房的必经之路上,孙伯派去攻城的那两个新手将领, 果然在不久后身亡,那支军队也全军覆没,庞娟收到战报后十分疑惑,这里明显是阳攻啊,那齐国的军队都去哪里了? 这次庞娟再次收到了战报,这次是魏国都城寄来的,都城被清旗进攻,还能守住,但是庞娟却立刻停止进攻邯郸,马上回房魏国都城,庞娟认为这股清旗是齐国大军的先锋, 而他没有找到的齐国大军正在向齐国国都进发,应该很快就会到了,庞娟心急如焚,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进入了包围圈,随着田记的一声令下,齐国大军从四面八方钻了出来,将庞娟的大军一网打尽,还活捉了庞娟,但是孙伯并没有急着杀掉庞娟,也为庞娟还有用。 从之前那里,我们就可以看出来,孙伯用兵是很冷酷的,他为了给庞娟造成错觉,直接就牺牲掉了两位齐国将领的生命,尽管这两名将领的水平可能不高,但是孙伯的这种行为无疑会让人感到不适,更不会被人们接受。 而在田记赛马那里,其实也体现出了孙伯的这种冷酷作战模式,虽然在赛马场上输赢无非是一些钱财,但是在战场上,如果让老弱病残的士兵或者新来的士兵视为下等马,让他们去对战敌方的精英部队,也就是敌方的上等马,其结果可想而知。 因此,孙伯的兵法之所以失传,是因为他没有人性了,这与我们传统的儒家思想也是背道而知,因此儒家弟子必然不会让孙伯兵法流传下去,尽管战争会很残酷,但是作为一名将军,不到关键时刻,也不能用孙伯这种兵法,将士兵的生命视为一种可以随意消耗的资源。 1972年的这套孙伯兵法出土于山东省银雀山汉墓,这个墓里出土了大量的竹简和文物,其中就有这套竹简,当年毛主席得知孙伯兵法出土以后,也很期待见到这本师传千年的兵法,研究文物的同志加班加点,终于在1974年让毛主席见到了完整的孙伯兵法,而毛主席对孙伯的评价是公卫就照,阴拜卫军,千古高手。